今年的第14号台风小犬来势汹汹 中央气象鼠日估最快周三清晨暴风圈触路 周四台风的中心将从台东至恒春半岛一带登陆 而降雨的热区也曝光了 从24小时雨量预测分析 到4号下午2点钟日估雨量第一名会落在宜兰县 第二名则是在花莲县 而随着台风逼近周三到周四影响最为明显 到时候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 有机会达到局部性豪大雨等级 海浪快速冲向岸边拍打消波块 见起高高雪花 随着台风逼近 周二下午台东一带风浪增强 镜头来到花莲七星潭 沿岸海面也越来越不平静 有游客一下车就感受到台风要来了 风浪真的太大了 现在有感受到了 要赶快回家了 今年第14号台风小犬朝台湾方向逼近 气象鼠预估周三清晨暴风圈就会出入南台湾 周四台风中心可能从台东恒春半岛一带登陆的机率最大 也将有机会成为海魁台风之后 今年第二个登陆的台风 民间气象团队台湾台风论坛分析 3号下午最新的台风环流结构扫描 受到干空气影响 小犬台风北侧东侧相对薄弱 但因为海水热寒量高 让小犬能继续投好撞撞 干燥的空气一旦被台风的环流卷进去了之后 它的结构有比较变得比较差 尤其是在靠近台湾这一侧 它的这个环流的强度是比较偏弱的 而最新降雨热区也曝光 气象署分析 因为台风在靠近的过程 主要是吹比较东北风到偏北风 宜蘭的山区这个地方 降雨的状况会比较明显 因为刚好是迎风面的关系 而且在星期三 星期四两天 就整个东半部及恒春半岛 降雨时间长 雨势大 如意出现豪雨或局部性的 大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 气象署预估小捲台风 约周五才会逐渐远离 提醒民众这段期间做好防台准备 记得台北台东花莲综合报道 消去台风逼近台湾 东部沿海首当其冲 气象署已经发布了海上 还有陆上台风警报 台东跟花莲沿海 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今天一早风浪明显增强 岸边掀起了三公尺的浪高 为了要做好防台准备 花莲的赏金业者 跟宜兰地区的渔民 已经加紧用缆绳固定渔船 保住身材工具 长浪一波接着一波拍打消波快 激起浪花声势惊人 真正长浪实在来得又猛又急 随着小捲台风禁闭 三号一早台东赴港渔港 外侧海梯掀起三米浪高 就怕台风带来灾情 台东沿海村落的村长们 赶紧广播警戒 台中施工所也动起来 发放一袋袋的沙包给民众 准备防台 小捲台风接连发布海上与路上警报 东部首当其冲 众人不敢大意 花莲也开始掀起一波波长浪 二到三米高的长浪 小捲台风的威力不容小觑 赏金业者的手没听过 赶紧用缆绳 固定船只 前天出去的这个情况 游客就感觉到有点浪 有点大 到昨天开始一直到今天 全部都取消 为防台做准备 人人不敢懈怠 花莲市区的民众 趁着台风来临前 换上强化玻璃 维护安全 不敢想象小捲的威力有多大 暴风撑半径持续扩大 一早南方澳渔民 也加紧把船只挺靠港口 台风接连报道 人人提高防台意识 就怕台风手下流情 别带来严重载损 记者综合报道 湘水台风持续进逼 将会对花东 屏东还有恒春半岛 构成威胁 不过尽管台风来袭 航特部空训中心 今天清晨在屏东 大鹏湾海域 依然是执行水域跳伞训练 参训的官兵们 无惧风墙大浪 逐一的精准完成任务 展现了平时精炼的成果 从御书机上一跃而下 参训官兵依序从高空跳出 高空中一朵朵散花 一字排开朝向海面目标区 精准完成任务 航特部空训中心 为了因应各式作战任务 三号清晨六点 在屏东大鹏湾海域 执行水域跳伞训练 尽管小犬台风逐步逼近 参训官兵依旧不为强风大浪 这次参训官兵总共有17名区分三波次 由空军C13栋运输机搭载 从1250尺高空跳出 除了训练人员精准落于海面目标 跟训练人员入水散距解脱 以及防止散衣覆盖处置能力 参训官兵必须先通过基础伞训 同时完成永训等相关训练 才能参与实际跳伞 这回国军伞训展现实力成果 备受民众肯定 记者苏世伟屏东财风报道 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变电所 惊传爆炸意外 在今天上午11点多 有一名保全工程人员 在进行防盗线维修的时候 不小心悟触了高压设备 造成了变电箱爆炸 工程人员左手臂遭到灼伤 索性意识清醒 送医之后没有大碍 不过突然的爆炸 造成了树林新装 大约是5万5千户停电 附近许多的工厂没有电 只好让员工提早下班 台电紧急抢修 直到下午快要5点 才全数复电 墙壁烧出一个胶黑 周围还有散落的零碎电线 新北市树林区大安路的变电所 三后上午突然发生爆炸 里面的机器 然后有发生爆炸 然后有冒出白眼跟巨小 好像有两次 两个爆炸声吗 对 突如其来的爆炸声 向下坏附近工厂人员 而事发起因是一名30岁的保全工程人员 当时正在进行仿道线维修 却不慎电线碰触高压设备开关 造成6.9万伏特高压电爆炸 瞬间灼伤工程人员左手臂 索性宋一吼没有大碍 所备有抽到一点电壶的灼伤 不过人员的意思蛮清楚 关于设备回损的部分 台电公司会日以细烈的进行设备更新 而惊悚一爆也连带造成周围大停电 包括树林新庄一带 就有五万五千多户停电 附近工厂没了电 之后先让员工提早下班 作业上都需要有电 所以如果你没有电 就等于就是没得做事情 台电人员加紧脚步强修 在下午四点四十八分 总算全数恢复供电 台电并全面检查变电所确认安全 无余才让附近居民松了一口气 记者王云香斑满旺假台北报道